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 传说岳王勾剑剑在出土的时候 是雌雄一对剑 但向公众展示了 从来都只有一把 是雌剑 稍短 上面刻着岳王勾剑的名字 被安放在湖北省博物馆当中 另一把雄剑被锁在国家博物馆里面 它被另外两把剑铃镇压着 如果你去湖北省博物馆 还有国家博物馆看一眼 就能发现这个风水剧 果然有两把一模一样的岳王剑 国博的稍长 沈博的稍短 国博的那把旁边 也确实还有另外两把不起眼的青铜剑 但仔细看说明 你会发现 原来这两把剑是吴王合女剑 和吴王夫差剑 这对吴王夫子都是岳王勾剑的树敌 果然是两把镇压的剑银 再翻开当年的考古报告 你会发现 当时的古墓里确实出土了一对雌雄剑 但是这是一座楚国古墓 在湖北荆州 离越国还有几百公里远 那这对岳王剑 为什么会跑到楚国墓穴当中呢 为什么它们千年不锈 为什么这么锋利 菱形暗闻究竟是如何制作的 十一个童心猿 又是如何制作的 一切都是谜团 就像那个若隐若现的风水局一样 似乎有人在研究 但我们谁也看不清真相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背后的故事 时间回到1965年 湖北的冬天特别阴冷 工地上的村民们正在挖掘一条水渠 水渠要经过一个叫做望山的地方 这是一个二龙系珠的挖地 两边分别是济山和巴宁山 同时望山的南边叫做沙种 沙种也就是我们前面聊过 楚国人喜欢制作的那种流沙妖墓 再往南叫做济南城 当时济南城已经被考古 这就是古代楚国的尹都 再往南就是三国演义当中 著名的荆州城和长江 所以当施工队一步一步挺进望山沙种的时候 桃谷队就预感到有大墓即将出土 果然不久以后他们就接到了报告 望山沙种地区发现了55桌古墓 这其中最大的一座被命名为望山一号墓 这是一个甲字形的诸侯墓 并没有采用流沙妖墓的结构 而是一座火坑墓 因为在封土下面发现了清高梨 这是一种密封性非常好的材料 如果运用到极致 就会出现和马王堆一样的效果 只要挖破一点点高泥 墓室当中就会喷出可燃气体 要是在古代 盗墓贼举着火把进去 这些可燃气体会瞬间爆炸 把整个古墓变成一座火坑 这就是火坑墓的原理 但很不幸 这座墓穴的高泥保存的并不好 可燃气体已经不见了 考古队继续往下挖 是一张打竹席 刚刚拍完照片 竹席就化成了灰 竹席下面就是果式的盖板 揭开盖板 里面全是水 这种现象很常见 水是从底部渗进来的地下水 当年真猴一幕也是这种情况 清理完积水呢 陪葬品出现了 堆得密密麻麻 这个时候古墓里出土了 第一把宝剑 是一柄金闪闪的青铜剑 取出墓室的时候 正好是下午四点钟 夕阳照过来 当时在场的专家说 那种感觉直接震撼了周围几百米的人群 村民们都在说 考古队挖到了一把金剑 其实这并不是金字 而是青铜 青铜刚刚出造出来的时候 就应该是这种金闪闪的颜色 只不过我们看到的青铜器 都已经生锈了 是铜锈让它们看起来清乎乎的 那为什么这把青铜宝剑 在古墓里泡了几千年 没有锈石呢 考古队觉得这座古墓非常不简单 于是顶着大雪 家境清理 打开主观 果然从墓主人身边 发现了这把月王剑 当时它被装在一个 已经腐朽的剑鞘当中 还没有人知道它长什么样子 但就当这瓶宝剑 被拿出木坑的时候 现场人听到了一声长鸣 像是从天边传来 又像是静在身边一样 有人说是鸟叫声 有人说是远处的气笛声 总之 考古队并不迷信 继续往下挖 在果实第三层 又发现了一把类似的宝剑 也被撞在已经腐朽的 漆木剑鞘当中 再加上第二层果实 发现了一柄短剑 整个古墓 一共出土了四把宝剑 另外 宝剑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兵器 铜鸽 建筑之类的 也有各种各样的文具和竹剑 看来 牧主人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 还有32个煮饭盒 里面是没有吃完的鸡大腿 直到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没觉得 牧主人有什么特别 应该就是一个文武双全 爱吃鸡腿的楚国贵族 并不是想象当中 楚王级别的那种大幕 但直到有一天呢 实验室的研究员 急冲冲的跑过来 他说 剑窍里的剑取出来了 是一对磁雄剑 不得了 上面还有八个鸟钻 鸟钻是一种通灵的文字 正式名称叫做鸟虫钻 据说鸟虫钻 起源于上古屋主 他们认为鸟类和昆虫 都可以飞上天空 与天神交流 而且在古人的视角当中 鸟类每年都会准时出现 准时离开 就像永生不死一样 另外 昆虫不仅可以飞翔 还可以在你眼前变成茧 然后重生 于是 后来的道家有一个专门的词汇 形容这种信仰 叫做羽化登仙 所以 远古中国的文化当中就认为 鸟和虫都是能够通灵的 然后就用传书 模仿鸟类和昆虫的形态 被称作鸟虫钻 只有那些被认为有灵的器物上 才会出现鸟虫传 比如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 就是在和寺壁上刻的鸟虫传 一共八个字 寿命于天 急寿永藏 还有一派学者甚至认为 中国人崇拜的龙 其实就是鸟虫的化身 也就是说龙其实是昆虫 这个话题有点大 不扯远了 我们继续说故事 陶谷队长一听出现了鸟虫传 赶紧跑过去看 据说这个时候看到的雌雄剑 是一对闪着金光和白燕的剑铃 就像几千年没有见面的情侣一样 热情似乎懂造了整个平原 后来科学家们也确实复原了当时的场景 这个我们稍后细说 总之出土的时候 这两把月王剑比现在要光亮很多 我们现在看到了其实已经是变质的样子 当时考古队很快就认出了八个鸟转当中的六个 应该是月王某某自作用剑 但是挖掘了好几个月 咱挖的不是楚国木吗 怎么蹦出两把月王剑 接下来的研究 全部集中在这个月王某某的身上 当时主持这张研究的是历史学家方壮游 他先从破解牧主人的身份入手 先是在出土主解中锁定了一个叫做昭顾的名字 而且主解中记载 这个昭顾先后三次和楚王同吃同住 再加上古木当中挖出来文武双拳 艾斯鸡腿这三个特点一综合了 方教授联想到了一个叫做少华的人 这是一个无间道 大概是说少华曾经和楚王密谋 制定了一套攻灭月国的方针 那个时候越国已经灭掉了吴国 首都都搬到了今天青岛那一带 简直就是一个中原霸主 楚国就表面和越国友好 然后派少华去越国做大使 而这个少华呢 在越国玩阴的 偷偷支持越国的各种反对派 本来越国就是蛇吞象 从会计一口气吃下来 整个浙江江苏半个安徽还有山东 消化肯定是不良啊 各种反对派那是应有尽有 果然在少华的运作下面 只用了五年 越国的反对派就纷纷开始武装暴动 最后楚国再给越国致命一击 越国也就被灭国了 所以方教授结合这一段分析 就认为这个越王某某 应该就是少华两个字 这八个字的意思呢 就是说少华是灭越的第一工程 论功行赏 他被楚王封为越地的王 同时还把这把越国宝剑赐给了少华 方教授觉得推断的差不多了 就写信给郭沫若 这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 学术大佬 只要郭大师点头 这个研究就好继续进行了 但同时呢 方教授还把研究成果 寄给了另外几十个相关专家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果然 郭大师第一个就回信了 他认为方教授说的没错 这就是少华两个字 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往下研究 但没多久了 又有一个叫做唐南的古文字专家 寄来的回信 他认为不对 这两个字应该是纠浅 但纠浅又是哪个越王呢 唐南教授说 自己就是嘉兴人 懂五越古音 纠浅的古音和勾剑非常类似 所以这个纠浅极有可能就是勾剑 接下来的三个月当中 方教授严度续收到了各个专家的回信 很多专家都认为 这两个字并不是少华 也更新疆于认为 唐教授说的没错 这就是勾剑 没多久 郭大使也再次回信 他说上次因为踏片不清晰 这次看到了大徒 他也认为不是少华 而是纠浅 大概一年以后 这把越王勾剑剑 也就成了学术共识 但很快又有两个问题 和一张命令 同时出现在了考古队的面前 第一个问题就是 越王勾剑 这么大名鼎鼎的人物 卧心长胆灭掉吴国 他的宝剑 怎么会跑到楚国墓玄里来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把宝剑为什么千年不秀 它身上到底有什么黑客戟 而那张命令呢 则是这对越王剑 必须分开保存 请选一把上胶国勃 结果考古队刚刚把雄剑交上去 文物和研究工作 就全部被封印了起来 直到十年以后 所有的工作才再次启动 第一项研究就是锋利度测试 因为古书上记载 五月宝剑有四个级别的锋利度测试 先让一匹鹿狂奔过去 宝剑突然一横 鹿必须毫无停顿的跑过去 直到跑出去很远 鹿才倒地 原来鹿的脖子已经被宝剑切断了 这就叫做肉势则断流嘛 再用青铜盘事件 一键上去 青铜盘必须应声断成两节 再用柱子测试 出窍入窍之前 柱子得断成三节 最后用大石头测试 一键下去 石头要碎成几百块 这是夸张还是写实 当考古队讲完这个故事 拍摄纪录片的编导根本就不信 那就试试吧 编导让道具拿过来三张附写尺 考古队的成教者皱了皱眉头 说你还是拿三十张过来吧 接着成教者轻轻一划 三十张扶鞋子 层层裂开 这一幕被摄像机清晰地激怒下来 最后一数 竟然划破了二十三张 这可是被埋了两千三百多年 出土以后又在空气当中 养化了十二年以后的锋利程度啊 考古队分析 这把月王勾剑剑 应该是铸剑大师欧野子的作品 青铜剑和我们现在的钢剑铁剑不一样 我们是把钢铁烧红了 不断地敲打 用金属的延展性来敲出一把剑形来 这个工艺叫做锻造 但是青铜很软 无法锻造 只能把融化的铜水灌到模具里面 形成一把剑 然后再打磨抛光 这个工艺叫做铸造 所以古书上记载 欧野子在铸造青铜剑的时候 非常讲究火候 比如那个干将墨椰的传说 墨椰也就是欧野子的女儿 干将呢 则是墨椰的老公 干将墨椰奉命给吴王和女铸造宝剑 但是画出来的铜水始终不理想 上交宝剑的日期也越来越宁静 有一天 干将就说 听说师父欧野子当年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 会用人参血迹宝剑 真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过这一关 话音刚落 墨椰就跳到了锅炉当中 接着完美的铜水就流出来了 干将也就含着眼泪 用这些铜水打造了一对磁雄剑 干将墨椰 所以这个传说有科学道理吗 专家们分析 这可能是人体内的零元素在起作用 零元素可以促进铜水排出气泡 还可以增强铜水的流动性 锅炉中缺铃 可能就是古书中传说铜水不成的主要原因 这就是古代的猪剑史 他们留下的都是这种 让人读了就觉得应该离他们远点的恐怖故事 这让他们的猪剑秘籍 在当时可以很好的秘传 但也就造成了失传 他们究竟是怎么制造出这把宝剑的 没有任何记载 只有眼前的实物 于是1977年 科研团队决定用粒子加速器来研究它的化学成分 当时数据出来的时候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这竟然是一把铜锡合金的宝剑 几乎不含钱 那古人是怎么得到纯铜和纯锡的呢 又是怎么知道17%这个最佳的铜锡合金比了呢 也许是大量的经验一点点试出来的吧 你看 无锡本来是一座大锡山 后来不都变成无锡了吗 但还是不对啊 这把青铜键剑刃和剑极的铜锡笔 竟然不一样 这怎么可能 别忘了青铜键是用铜水浇筑出来的 一管子铜水倒下去 你能让铜元素都往剑极上跑 锡元素都往剑刃上跑吗 别说现在了 怕是一万年以后人类也不可能做出这种天定性工艺 因为这在物理上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做四大神兽之一 麦克斯韦妖 如果实现了麦克斯韦妖就可以实现涌动机 而涌动机呢 又被物理学家认为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月王剑身上它就偏偏存在了 你看怎么解释吧 这个时候还是考古队出来救场了 他们说别慌别慌 古人其实是把剑极和剑身分开铸造的 你们看这些断掉的青铜宝剑 横截面上明显是三个部分组成的 古人是先用含铜高的铜水铸造剑极 再用含锡高的铜水在剑极外面交出剑刃 这样就做成了铜锡比例不一样的合金宝剑 物理专家们如释重负 但马上反应过来还是不对啊 很明显剑刃的部分从宽到宰 含锡量也是逐渐升高的呀 当时的设备无法进行更精确的检测 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宝剑身上的第一个位界之谜 为什么不锈 这很快又成了第二个位界之谜 当时的检测数据显示 剑身上含有硫 金属表面硫化处理 这是1940年代才普及的防锈技术 直到现在都还在使用 难道2300年前 欧椰子已经掌握了 但又不对啊 硫化防锈现在都用在钢材和铁器上面 并不能使用在铜器上面了 因为硫化铜 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化合物 别说防锈了 给铜上硫 这简直就是在腐蚀 对另外两把出土宝剑的检测 也证实了这个猜想 可以看得出来 它们含硫高的地方 反而更黑 腐蚀的更严重 很明显 硫化防锈根本就不是月王剑千年不锈的真正原因 那又是什么未知工艺呢 像前面说过的勤剑一样 落延防锈吗 但检测中并没有发现多 反正它就是没有锈 难道是一种至今我们都还无法理解的防锈工艺 专家们现在是这么解释的 应该和工艺无关 不锈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保存环境很好 被泡在水里2300多年隔绝了空气 然后出土之前还有剑鞘保护 所以才出现了千年不锈的假象 不信你看 出土以后 短短57年 它已经开始出现锈斑了 突然懂了为什么湖北省博物馆 非不搞个真空罩子 把月王勾剑剑造起来了 原来这些锈技也是有用的呀 第三个未解之谜 就是剑柄上那11个同性员 这些间距不足0.2毫米 极其规则 极其精确 2008年的时候 有人要复制月王剑 为了制作这个11环同性员 动用了5轴车床才完成 那古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而且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 整个同性员的原心 剑柄 剑极 剑尖 都是在一条极其精确的直线上 如何确定这根轴 这绝对不可能是凭手工和肉眼 能够完成的精确程度 专家们普遍认为 古人一定有什么机械化的辅助工具 但会是什么呢 没有人知道 更何况古人没有机床 他们必须把铜水灌到模具里 再脱模形成这11个同性员 那这样的话 模具一定比0.2毫米更加精密 他们是用手捏出来的精密淘模吗 不太可能吧 菱形暗纹是怎么执着的 这可能是我们离破解最近的一个谜团 因为1977年检测化学成分的时候 专家们已经发现了 暗格里含锡量极高 所以专家们推断 暗格应该就是失传的柱纹工艺 而根据眼前的实物反推 柱纹也就应该是柱巢填锡的工艺 这些暗纹格里 本来应该是有一层薄薄的锡的 锡会显现出像白燕一样的光芒 所以根据这个推论复原出来 宝剑当初应该是这种黄光白燕的感觉 这和考古里最初看到的那个场景类似 但很快就有一个叫做谭德瑞的老教授出来反对 谭教授的父亲是谭祁湘 中国历史地理的奠基人 谭老教授说 这绝对不可能是什么筑朝天锡 你们只发现了锡 那炒在哪里了 确实后来把暗纹放大500倍 也没有找到明显的筑朝边缘 反而更像是谭老教授提出的金属高际理论 谭老认为 古人从植物和矿物当中制备了一种特殊的高际 先把高际涂抹到金属表面 然后再在加热的过程当中 高际扩散和青铜形成了合金化的组织 诗传的柱纹工艺应该叫做复锡细筋表面技术 在2500多年前 这可能是古代工匠的一种标识 比如吴王和驴的宝剑上 暗纹是这种连轮状的 这可能是因为在完成作品以后 柱剑师把连轮高际吐到了剑身上 一是为了美观 二是象征柱剑师的师门 也就是说极有可能 我们现在出土的所有菱形暗纹的宝剑和长矛 都是出自欧野子的师门 最后谭教授还用他推断出来的原料和工艺 复制了一把菱形暗纹的剑 涂抹过高际的剑身 浸泡在酸水里面 一共泡了389天 终于出现了这种效果 大家脑补一下 我实在没找到谭老教授的这张彩图 制造芯片的工艺当中 有一部叫做掌晶 也就是让一小粒龟金 长成一个巨大的龟金棒的国产 龟金棒在切割就变成了晶圆 这就是各大芯片厂家的看家秘诀 但是你敢想想 在月王剑上面竟然也出现了掌晶工艺 还记得第一个谜团吗 为什么剑刃越薄的地方含息量越高 当时的设备无法破解 但后来专家们用500倍的显微镜观察以后发现 这是因为剑刃上出现了金属锡的结晶 而且是掌晶工艺当中最复杂的一种树枝晶 太不可思应了 欧也只是如何让锡掌晶的 没有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正是这些剑刃上长出来的晶体锡 让宝剑变得非常锋利 这就是月王勾剑剑和他身上的黑客机 一共五大威解之谜 然后我们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他又是怎么跑到楚国墓宣里来的了 按照无国法律 王位胸中递基 据说之所以制定这条法律 就是为了让老师济子当吴王 但是济子是孔子的偶像 高尚到没边了 非不当这个国王 让给自己的三个哥哥当 而三个哥哥也很高尚 为了让济子早日当吴王 都勇敢战士了 但济子还是不当 于是就出现了篡位的人吴王瞭 后来吴王瞭被老三的儿子公子光暗杀 公子光就是任用吴子虚和孙武 称霸中原的那个吴王 和驴 所以济子长年没有回吴国 一直在各国当大使 然后就有了济子刮剑的故事 说是济子经过徐国的时候 徐国国王对济子非常好 两人也聊得来 但聊天的时候 徐国国王好几次偷偷看济子的宝剑 因为五月宝剑 在当时就是天下文明的高级货 济子这一把一定是顶级的罢 很多年以后 当济子再次回到徐国 这个时候国王已经死了 济子就去坟墓上看望他 然后济子脱下自己的宝剑 挂到了墓碑上 他说当初自己就知道 国王喜欢这把宝剑 但是自己有任务在身 不能没有宝剑 所以没有送给国王 现在任务完成了 自己要兑现当时在心中许下的那个诺言 把宝剑送给国王 这就是济子挂剑的故事 历来被孔子门生们讲成一个君子典范 但事实上的济子挂剑 可能是吴越人保留至今的一个商业习惯 唯点与攻心 也就是说 想和对方做生意 用攻心的方法 贿赂不动他们老板的时候 就用唯点的方法 贿赂老板身边的各种人 显然济子挂剑 这是一招文准狠的攻心 那这个故事这么解读 我们是不是能模拟出一种越王剑 来到楚国的可能性呢 这个叫做招部的楚国贵族 先后三次和楚王同吃同煮 很显然 他是楚王海天盛宴的小兄弟 越国要和楚国交好 于是就采用了唯点的方法 下了血本 把越国最高级的雌雄剑都给送过来了 但专家们觉得这个血本下的似乎有点太大了 这可是仙王勾剑的宝剑啊 属于放在宗庙里祭祀的传家宝 就这么随随便便送人呢 不太可能吧 要送不也应该送给楚王去攻心吗 于是专家们推测 也可能是越国先把剑送给楚王 也不知道哪天楚王一高兴 又把他赏给了朝顾这个小跟班 支持这个猜想了 还有一个证据 那就是1964年的时候 写着吴王和驴名字的宝剑 也是在山西 一个很普通的晋国贵族的墓穴当中发现的 晋国和吴国从来没有爆发过战争 只是一起坑害过楚国 所以这极有可能是当时吴国唯点晋国的贿赌品 这样看来 吴越人确实有这种下血本 把宗庙宝物都拿出去唯点的传统 现在 这把吴王和驴的宝剑被锁在国博里面 用来镇压那把雄剑 这个猜想和最开始那个方教授的假设相同 朝顾就是邵华 邵华在灭越战争中第一个带着军队冲进了越国的宗庙 然后宗庙里最高级的那一队 越王勾剑剑 就被邵华收为了战利品 接着依次冲入宗庙的贵族首领们呢 分别拿走了勾剑儿子 越王渡影的宝剑 孙子越王芒姑的宝剑 以及重孙周沟的宝剑 还有玄孙布光的宝剑 甚至把宗庙里那个象征着胜利的吴王夫差矛 也给拿走了 因为五代月王加上吴王夫差矛 竟然都在望山沙中 以及周围的一些楚国贵族墓穴当中被挖出来了 这样看来 这个战利品的说法其实非常站得住脚 而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官方也是默认这种猜测 但是就在2010年 湖北沙阳县又挖开了一桌楚国贵族墓 一看名闻 竟然是少华的墓穴 这个就尴尬了 真正的少华墓里面并没有越过战利品 这个猜想也就突然破产了 所以现在破解谜团的关键 又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原点 这个墓主人 昭顾到底是谁 最近法医研究也出来了 说昭顾下葬的时候 年纪只有25到30岁 可能真的是楚王海田盛宴的小兄弟吧 这样看来 也许还是贿赂品的猜测更靠谱一点 五代月王剑 吴王夫差矛 这都是越国下血本送来的唯点贿赂 但最后呢 还是没有为死那个楚王和大司马少华 他俩还是无情的阴过去 灭亡了越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 最后夫人说 我就想知道2300多年了 没有吃完的鸡大腿 陶骨雷是怎么看出来的